上帝给了我们双腿 不光是让我们前行和站立的 还有很多用处 比如在下给你行一个抱拳礼 不管怎样 气势上可不能输 当然穿好鞋子能避免受伤 但在某些地方 还有一个你想不到的用处 那就是排队 简直笑死 但是不得不承认 真的很有秩序了 网友们看了纷纷笑访 不过这几个人派对是干嘛呢 鞋子不够袜子葱 这宿舍还能住吗 说好的帮忙拍合照 你却在自拍 人与人之间的新人呢 谁让你们都是成群结队的 而我是孤家寡人 就不给你们拍 这历史性的泡面 代表了两个集体 百事和可口可乐 医保表示 很高兴成为了他们的见证人 这两台饮水机 给了我们一种 刚结婚的仪式感 搞得我都不忍心 把你们的水喝光了 感觉像拆散了一对新婚夫妇 不想让任何一个孤单 所以找了个伴 去年仲家的女朋友 今年可三十发雅了 给我一个我 可以不可以 俗话说得好 民以食为甜 去大份饭来 我这菜已经备好了 看起来可是难以入口啊 没有手机支架 看电视不方便上网买 No 太贵不划算 教你一座手机支架 只需要三分钟 材料还很简单 作为一名技术宅 不省事儿 单可省钱啦 对于一个动手能力 很强的人来说 用三双筷子 就能够打造一款 精美实用的手机支架 对于表达能力 很强的人来说 他会用三双筷子 来比人多力量大 团结就是力量 那对于像我这种 单纯的吃货来说 筷子只是用来加菜的 看见筷子我就只想到吃饭 别的什么材料都没有